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Past time也可以算是Hobies或者是你们的爱好 就是说你们平时利用有空闲的时间喜欢去做什么活动呢? 在这里呢老师会介绍几项的活动 第一个Bowling Bowling就是保龄球 相信同学们都喜欢打保龄球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打保龄球了 希望这个疫情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的去打保龄球咯 第二个呢就是Swimming 游泳 对了老师跟同学们都一样很想念想念游泳 等疫情过后呢我们再一起去游泳 接下来第三个Horse Riding Horse Riding就是骑马 骑马 同学们有没有骑马过呢? 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一起去骑马好不好? 第四个Guardening Guardening 耕种或者是种花 这个老师很喜欢哦 平时呢老师就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呢 来种花那就是Guardening 那也是老师的Hobby 最后一个Cycling Cycling 骑脚踏车 同学们喜欢骑脚踏车吗? 你们会骑脚车吗? 现在呢我们不能在外面 就是骑脚踏车 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里面的范围骑脚踏车咯 所以同学们我们再重新一次跟老师念一次哦 Balling Balling 打宝灵球 Swimming Swimming 游泳 游泳 Horse Riding Horse Riding 骑马 Guardening Guardening 跟踪 Cycling 骑脚踏车 Cycling 骑脚踏车 同学们都会了吗? 来我们继续下一个 Let's talk What is your hobby, Kevin? My hobby is swimming Kevin,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Kevin说 我的爱好是游泳 What do you need for your hobby? 你的爱好是需要什么东西呢? 所以Kevin回答他 I need a swimming cap I need a swimming cap I need a pair of goggles I need a pair of goggles I also need OK 这个呢 我们就交给同学们 还需要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这个图片里面 所以他讲的 A swimming cap是什么呢? 就是 有帽 有帽 接下来 A pair of goggles 什么是A pair of goggles 就是 游泳的 眼镜 对了 第三个呢 I also need 什么呢? 同学们 你们知道吗? 那就是 我们去游泳 一定要穿什么? 一定要穿 泳衣 OK 我们一定要穿 泳衣 所以 我们去游泳 我们一定要有 swimming cap 我们有 gogles 还有就是 永衣 就是 a pair of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 swimming suit swimming suit OK 永衣 同学们 What is your hobby? What is your hobby? 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你们记得要跟老师讲哦 记得要跟老师分享 你的爱好是什么 今天的教学就到此啦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Goodbye